今晚多一点来看到沃尔战争开打进入了第三周 已经有超过250万乌克兰民众涌入了其他国家来避漫 而英国政府13号就宣布要推出乌克兰之家的计划 鼓励英国的家庭来收容乌克兰难民 而14号英国男星班尼迪克康伯拜区就公开表示 希望可以参加这个计划 另外再来看到的同样也是受到影响的是 俄罗斯网球好省梅德维杰夫 2月28号才刚当上了世界球王 随即因为西方对体育界的进行制裁被迫放弃 代表俄罗斯参赛变成了无国籍的选手 不料他在14号印第安全大师赛中是爆冷门书球 所以下周一21号又得将球王宝座是拱手还给乔科维奇 成为在位三周的短命球王 而二军真的是持续的炮轰乌克兰的民宅 就离基辅大约145公里的切尔尼戈夫市 不断的找到了二军卫爆弹 最新消息就指出了当地紧急服务中心 一天内就从明捷回收了三颗500公斤 就让你看到这么大的巨型飞弹 画面真的是触目惊心 跟有消息传出了俄军对当地使用真空弹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其实这个战况是不如日期 普丁还召唤了自家盟友 车程共和国的部队来帮忙打仗 而车程的领导人最近就公布了一段影片 表示自己已经要到现场抵达了基辅近郊 手下的部队就离基辅更是只有7公里 宣称打进基辅至日可待